全台交通安全吉祥物网路PK站开跑了 这次由高雄领军以南部地区代表着台东以可爱的向日葵娇娇 以及长颈鹿安安跟大家见面 建体站希望透过了可爱的公彩人偶 向民众宣导着交通安全的状况性以及讯息 各位相亲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 那我们公路总局推派一个交通安全的公仔 那我们这个部分是由高雄市来做一个交通安全公仔的一个票选活动 那这个票选活动它是可以抽奖的 所以观众朋友大概很喜欢去抽奖 那也就请咏岳来投票 那每一天都可以来投 那我们公路总局代表的吉祥物就是这个交交安安 那这个吉祥物是目前是由我们交通部 这个公路总局高雄市区监理所推出的一个吉祥物 交通安全方面的一个吉祥物 代表代言的口号是FARUMI 是一个太阳花的代表跟一个长颈鹿的代表 那各代表了这个我们交通安全跟人车平安的一个意象 那我们希望由这个偶像的一个代表 可以让我们更重视交通安全这个部分 所以投票日是只有到10月4号 所以每天可以去下载投票 欢迎多投多有机会 那欢迎乡亲多多赶快去投票 赞 台东民众在这次票选当中 除了可以帮南区票选出全台湾 唯一一个交通安全专属的公仔外 另外还有机会可以抽到iPhone AXS手机以及行动电源等多项好礼 相当有趣丰富 届时请民众踊跃的参加 切勿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 东台新闻高志远台东市采访报导